Hello 各位 我是冒青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行车闪送 最近跟大家聊的都是一些比较接地气符合家庭购车需求的车 今天要聊的就是这台北京汽车U5 Plus 首先还是一个冒青的冷知识科普时间 这台车叫北京汽车U5 Plus 简称北京U5 Plus 其实不能叫它北汽 这个北京就是拼音的北京 然后这么一个车标的品牌 其实就是电动车卖得非常好 然后之前的燃料车产品是深宝的这么一个延续 和北汽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逼宫 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再看一下这台车非常迷惑的是 我们拿到车的时候 这台车整车贴了这么一个金色的模型 其实这台车是白色的 但是我们翻了一下资料 其实北京U5 Plus在之前的车展上 推出过一个和这个涂装非常接近的限量版 这个整个的贴模 其实灵感的来源是来源于那款车的 不过我敢肯定的就是设计这个贴模的设计师 绝对没有去过重庆 做过重庆的出租车 他们长得真的是太像了 年贵最帅 这是一台1.5升自然吸气版本 专贵版的车型 指导价格是8.79万元 而U5 Plus呢 其实还同时提供1.5T的车型 给到媒体的车 并不是整个车系的最顶配置车 而是它可能最走量最符合受众需求的这么一个配置来体验的 其实这是要点个赞的 北京U5 Plus从车名上来理解呢 它就是U5车型的一个升级版 而U5的1.5升自然吸气版本的顶配车型 指导价是8.69万元 可以看到指导价基本上是没有变化 但有一个小幅的提升的 不过这台车无论是设计整体的质感 还是配置的确相比于U5来讲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首先来看设计 明显它的设计风格变得更加年轻了 而且从质感上从配置上也有了提升 车头有LED的大灯和LED的这间行车灯 而U5是一个鲁速度光源 这个贯穿式的镀银尺条 包括这个有立体感的隔山 其实都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设计 车尾呢整体是比较短的 有一些运动感 然后这个车灯比较有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贯穿式的车灯 和车头一样同样符合了一个 现在比较流行的设计 整体的造型设计呢 我觉得是有点像雷克萨斯的车型的 而当它的这个灯带亮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像这一代的三系 而且呢其实这个车的车尾设计并不简单 还有一些装饰性的设计 比如后保险杆上 有一些这种凸起的纹路设计 但是因为这车贴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膜 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 其实还比较遗憾的 我还挺喜欢这台车的 整个的这些在小细节上的设计的 来到U5PLUS的侧面 这台车的轴距和U5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2670毫米 一个非常标准的紧凑级车的轴距 而车长相比于U5增加了30毫米 这个增加了应该都是因为保险杆的设计 不会额外增加它的车内空间 整个侧面的其他设计方面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亮点的 无论是轮胎还是轮毂 都是采用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型的取向 来到北京汽车U5PLUS的车内 呈现的整个类似的设计语言 也是完全全新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 港湾式仪表台的这么一个概念 另外呢 这台车采用了一个双联屏 其实我一直认为 把双联屏放在汽车上 是类似设计是一个非常偷懒的做法 不过呢 在这台车上 这个双联屏和整个类似设计的融合感 非常的好 虽然称不上有豪华感吧 但是我觉得是展现出了一定的设计感 但是呢 值得留意的是 并不是两块12.3英寸的屏幕 组成的双联屏 而仪表盘的这块屏幕 其实是一个7英寸的屏幕 旁边的油表灯和水纹灯呢 是两个独立的显示 只有中间的这一块 其实称得上是一个自定义化的屏幕 同时呢 你可以通过方案盘上的按键 来调整是控制仪表盘 还是说控制中控屏幕 另外呢 在使用材质上 U5 Plus呢 也给到了不少的软性材料的包裹 整个中控仪表盘 这个手最容易触碰到的部分呢 都是采用的一个软性材质 上面和下面是硬塑料 然后整个空调出风口 然后空调的控制区域 包括挡霸这些的设计就很普通了 基本上都是一个实用性的设计材料 也多半都是用了塑料材质的材料 另外呢 这台U5 Plus有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配置还是不错的 这台车上有自动大灯 感应式的雨刷 后视性加热 以及侧气狼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是关乎安全的设计 出现在一台 基本上可以叫入门级的轿车上 我觉得是相当棒的一个改变 方案盘 同样的在3点和9点的位置呢 做了这么一个打孔式的设计 毕竟呢 和奔驰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合资关系 在这些方面 本领的 座椅的材质是仿皮 坐上去还OK 而且是用了一个整体的一体式的运动化的设计 不过对胖子来讲 这个座椅 侧椅不能调整 然后整体是偏窄的 我做的是不是太舒服的 后排呢 我觉得同样是要分两部分来说 满意的地方 首先它的腿部空间 整个坐垫的长度 坐垫的软硬程度 包括椅背的一个倾斜角度 我觉得都是符合这台车的定位的 不满意的呢 同时也是大多数人会提到这台车 给它差评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头部空间 作为一个1米7的体验者 我的头发已经蹭到它车顶了 稍微高一点的小伙伴 坐在这台车的后排 头部肯定是比较便用的 再聊聊北京U5PLUS驾驶层面的东西 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车里边可以找到一些和奔驰很相近的设计 其实开起来就更明显了 比如这个点火开关 明显的就也是一个很奔驰的设计 然后有刚才说了方向盘包括后面的这些拨杆 甚至是车门板上的这些按键 其实都是一个很奔驰的风格 这个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我不下结论 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第二点呢 就是我发现这台车和我之前试驾的吉利地豪一样的 在车外的后备箱上是没有一个车外的开启按钮的 只能通过钥匙或者车内的按键来开启后面的后备箱 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使用还是稍微有些不方便的 整体的动力层面呢 这台车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动力配置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配手动变速箱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配CVT变速箱 也就是我驾驶的这一款 以及1.5T的涡轮增加发动机配上CVT变速箱 整体来讲呢 这个1.5升的自然发动机 是略高于我预期的一个表现的 它相比于U5上的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 输出有了一个小小的提升 当然U5我没开过 所以究竟这个提升对于这台车上 本质的提升有多大呢 我无法判断 但是整个油门是非常干脚的 在一个日常状态下来 驾驶其实是一个很顺的状态 当然这么一台车你不要寄希望于 它能够进行一个暴力的驾驶 整个你当油门如果重踩下去的时候 其实速度感的提升是不快的 而且变速箱也没有那种很聪明的响应 这其实也是赞速品牌的 这个CVT变速箱的一个通病吧 而刹车的表现呢 其实是我对这台车不太满意的一个地方 不是说它的绝对的制动距离 而是整个刹车条的感觉 不是特别的线性 在某一个临界点 它的刹车脚管会变得突然的非常的急 其实平时在日常使用当中 对于它刹车脚管的一个把握 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来适应的 而从整个宣传上来讲 北京汽车认为这台车是一个7万元的价格 赋予了大家一个10万元的质感 10万元的品质 10万元的配置的这么一台车 这个观点我是部分认可的 首先我认可的是这台车 它的整体的配置的确是不错的 赋予了这么一个入门级的家校 该有的一些科技感的配置 该有的一些数字化的配置 该有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 作为这么一台8.79万元的车 给到这些配置我觉得是完全OK的 但另外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这台车的指导价格是8.79万元 就对于1.5升的CVT的顶配来讲 它并不能算一台7万元级的轿车 而对于8.79万元的指导价 给到这个配置 我觉得是应该的 就是同样的价格 给到了一个比较丰富的配置 这么一个状态 而不是那种非常超级的 这么一个感觉 这大概就是我对这台 U5 Plus的整体的一个感受 我是丁老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